創意比才近在运通 大家好 歡迎收看 假情投資 整個盤式的一個架構 今天台股再創波段新高 我也在提醒各位 在盤面還沒有正式走勾之前 不要預設立場 也不要預設任何的高點 一旦你預設高點 你就不太敢進場 你就想放空 所以行情一個架構 尤其在上禮拜一 台股創新高 有點開高走低 很多人很悲觀 盤走空了嗎 我很肯定告訴你 上禮拜台股來到10735 它只有獲利性的賣壓 沒有走空的現象 因為當天的全職性個股 紅海它還亮燈漲平板 怎麼是一個走空的現象 所以你看到上禮拜二 台股都在平板之上 我說如果走空 它會開低走低收最低 都在 強 尤其在禮拜三 台股再創新高 來到10740億 我說四天連假即將到來 賣壓真的不中 台股竟然都在平板之上 所以我說這個盤很安全 很健康 連假過後買盤會歸對 昨天買盤有沒有歸對 昨天買盤歸對之後 台股大漲96點 今天台股繼續上漲51點來到10851 多頭行情類股 它當然會輪動輪漲 今天換什麼族群 再漲 被動元件相關個股 今天全面的大漲 我在上禮拜三放假之前 我有沒有肯定的告訴全國觀眾朋友 被動元件相關個股 我全面接回 我全面的做接回的動作 今天你當然會看到很多分析師 會跟著後面追捧被動元件 你到底要相信誰 你要跟誰來操作 相信你們都是聰明人 你應該知道 誰是你的最好的依靠 上禮拜三 多麼關鍵性的一天 竟然是在抓一黨個股的轉折 還是族群的轉折 絕非僥幸 你之前印證了多黨個股的一個 轉折買點跟賣點 這樣真的說得懂嗎 上禮拜三的國具 我說低檔八天轉折 向他買點幅線的 來到320是可以買的 上禮拜三的華新科 你看他的籌碼很漂亮 強勢整理196的華新科 看漲當然可以買 上禮拜三的新倉店 強勢整理看漲 72.7附近的新倉店 一樣可以買 這我上禮拜三提供給同學的看法 我之前高檔怎麼帶會員全身而退 那高點的轉折 難道不是清老師 電視公開讓你知道的一個賣點嗎 清老師會帶會員賣股票 當然更會帶會員買股票 股票的一個操作 有時候賣掉之後不盡量要馬上機會 就看你對一黨個股的一個 量價籌碼型態 看得懂還是看不懂 你如果看有那個波段的賣點 跟波段的買點 你就可以撩弱執掌 該賺的利潤你賺得到 該避開的風險你一樣避得開 2月14號國劇賣在380 這一趟90塊錢 記得吧 時間這樣跟你對過了 2月14號380賣國劇 18號告訴你台上還是要賣 373.5嗎 因為我認為國劇他會下來 我在等他下來 我在等他下來 尤其在2月26號 當天最高還要386.5的國劇 我說他快下來了 我問我們提醒電視機觀眾 你當時候沒有跟我賣在380的 386.5的國劇你還是要賣 因為據我所知 很多那時候跟著我後面 喊被動原件的分析師 追國劇最愛380 最愛高點 建老師好心提醒你們 不然我待會賣掉之後 我幹嘛在這邊告訴你 要賣要賣 對 等他下來 快下來了 這種轉折的分析 絕於非僥倖 是不是 我講完之後 馬上重挫 從386跌到340 40塊錢不見了 當高點你有賣的同時 國劇跌越深 你就會越樂觀 這是一個人的一個正常心態 高標你關鍵你如果要賣 你當然希望他回檔下來 有便宜貨可以減 沒有錯吧 所以高點我們帶你全身而退 縱使你不是我會員 或是你是其他老師的會員 380的國劇是我帶你賣的 對不對 你自己對過吉他老師你知道嗎 380 你們老師有沒有帶你去追 我是帶你賣在380 直到上個禮拜三 跌到320國劇 我說第一檔8天轉折 向上買點浮現了 當然可以進場 已經差了60塊錢 我等了一個多月 這個等待當然有價值 60塊錢的價差 就是靠耐心等待出 最佳的一個買點 覺得最佳買點 就是因為他第一檔8天不破底 轉折向上買點浮現 當然可以買 整一個被動員件 國劇最賺錢 去年他賺80塊錢 他當然是被動員件的指標股之一 既然他不跌了 這是一個進場點 所以今天國劇上漲了 沒有錯吧 所以上禮拜三 被動員件 那個切入時期點重不重要 什麼是領先市場 七老師有沒有那個風範 值得你跟著我後面來跟隨 你去看一下其他老師 今天怎麼分析被動員件 你都知道嗎 是不是 所以華新客也是一樣 當時候2月10號198賣 這一大趟48% 198是我帶你賣的 上禮拜三有沒有看到 放假之前 你很擔心四天連假 我說我很高興被動員員出現 買回的一個現象 華新客充滿很漂亮 融資滴水未馬 來到196華新客看漲 我說我買回啦 我說我買回啦 所以上禮拜三的 一個被動員件的一個VCR 我就不再重播了 因為他涵蓋的族群 涵蓋的個股太多檔了 你只要去網路上 搜尋一下七老師的 價錢投資的節目內容 上禮拜三 清清楚把它從頭看到完 清老師 是不是在最關鍵的 性的時刻告訴你 被動員件全面的機會 華新客當然是其中一檔 因為他的籌碼很漂亮 今天的華新客 就從上禮拜三的196 今天漲到206 漲7% 三個交易人10塊錢了 還會不會賺更多 還會不會賺更多 跟上來 信商店2月14號 你有沒有看到 我之前被動員件 幾乎都在2月14號 做獲利拔檔 信商店 華新客 國巨 都是如此 76.2賣45%落袋 來到上禮拜三 同樣的一個時間點 4月3號 信商店 這種強勢整理跌不下去了 72.7或是74.4附近都可以買 高點有賣嘛 跌不下去了 做接回的動作 今天信商店已經來到79.1 大漲7.5% 所以整個被動員件 每一次的波段高低點的轉折 我有沒有跟你抓得很清楚 那個買賣點 我都有拿出會員的口訊 來跟你對此對驕 絕對不是無中生有 也不是事後放炮 忠實的觀眾 我常提醒你嘛 看頭顧老師的節目 要懂得看門道 不要隨便去跟人家抽門道 真正領先市場的 那個發動之前的買點 先讓你知道 那個要跌下來的過程 也先提醒你風險的到來 所以自己看嘛 國具380是我帶你賣的 提醒你要賣 要跟著賣 我賣完之後 它沒有馬上下來啊 它有多一個多禮拜時間 讓你可以賣在380附近 但你如果不賣 下來 不是招了一個高嗎 你高點沒有賣 下來怎麼低接 說得變等級套啊 所以同一檔股票 如果操作的態度 方法不一樣 結果當然不一樣 所以幸好是在抓 整個族群的轉折 或是整個 個股的一個轉折 高低點 絕非小幸啊 這憑真實力啊 這難道是 我看著說故事嗎 上禮拜3的節目內容 很精采啊 所以整個被動元件 相關個股 其實他們的本應比都很低啊 新人度的獲利 以及目前的股價 修正一大波之後 本應比都在10倍以下 所以你只要選擇 型態 不錯的 融資餘的再低檔 籌碼很穩的 其實被動元件這些個股 都可以買 我認為都有上漲的空間啊 包括今天的齊立新 他從208跌到70啊 跌掉138塊錢 跌夠深了吧 所以融資餘的呢 趴在地板啊 融資從 以長期的相對抵擋啊 籌碼相當穩啊 也就是說散戶 目前對被動元件 跌不疼 跌不疼 娘不愛啦 對被動元件 已經沒有太多的一個關心 是不是 所以整個齊立新啊 今天當然可以買啊 今天10.06分 齊立新 融資長期處於低檔 籌碼相當穩 直接試駕買 當作10.07分啊 過一分鐘股價在98.4 你去對時對價 試駕買 不用等一定買得到 買完之後呢 亮燈 掌影滿開開關關啊 買在這個相對的 第一個時間發動點 我相信現買現賺啊 現買現賺啊 因為整個齊立新 股價修正了一大波 融資一額 大概被清洗得很乾淨了 對 籌碼很穩啊 所以這個型態 大筆啊 今天一買亮燈 另外一檔被動元件 大益 你來看一下 股價從15修正到41 修正了100多塊錢 這個幅度夠大吧 那目前它有上漲很多嗎 沒有啊 所以呢 融資餘額一樣 處於一個相對低檔 籌碼相當漂亮啊 相中股票都有上漲空間 日電帽也是如此 修正了60塊錢 這叫一大波嘛 一大波的修正 我有讓同學們你們受傷嗎 沒有吧 等待的就是一個 絕佳的一個發動點 上禮拜三 該買回的 該介入的 我帶你做卡位 整個日電帽 融資長期處於低檔 籌碼相當穩 你們看到 尤其最近 日電帽的一個融資餘額 清洗得相當乾淨 所以這種股價 都有上漲空間 對 這個一個修正一大波 他只要談個1 2分之1就好了 你認為股價有多少利潤 等你跟我一起來卡位 所以起碼是 對惠元的持股的投資資格 三檔 我一定會賣掉舊了 才會進行的 所以昨天 我們當然有賣了一些個股 這些資金 當然可以陸續的買進 或是加碼被動員建相當個股 就是這樣做公表 一檔中原再換一檔 絕非難事 清晰老師絕對不是跟你拼工杜撰 認得一檔股票的績效 整個一個郁金光 昨天創新高 445賣 這樣股票是從這邊337買的 到昨天445賣 這樣一買一賣 108塊錢落袋 沒有錯 買個10張 大概兩個禮拜的時間108萬落袋 今天郁金光繼續漲 創新高 453 我今天平盤附近 沒有做接回的動作 我剛才講過 昨天賣掉的 不管是郁金光還是值得 我們今天是卡位 被動員建的 好不好 所以把中間這好賺的一大段賺到 我相信對你一個財務就自然會產生獲利乘數效果 昨天值得 漲了35% 104賣 清楚吧 怎麼進的怎麼出的 清晰老師都給你帶到 清晰老師不僅會帶會買股票 當然更會帶會賣股票 賣掉之心 當然是要轉進下一檔 更強勢的標的 所以對於未來主流賣動 你還不曉得如何操作的 趕快把握一下 清晰老師所推出的一年一度的生日大禮 這個生日大禮優惠 每年當然就只有這麼一次 因為生日一年就這麼一次 我希望在未來 台股多頭行情的一個脈絡 你要掌握的是 每一趟 或是每一個族群 主流帶給你破斷行情 錯過這一次 這個生日大禮優惠 你將要再等一年 希望朋友你好好把握一下 就這樣 再回到前面欣賞 地震了 怎麼辦 一 爬下 二 引護 三 穩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災嘗試請上台灣抗震網 成都故蔡老師擅長基本面研究資歷完整 通過二十年豐富的股市經驗 累積多次萬點與空投 積極拜訪公司 透視基本面 帶領會員領先補局 透析大膽結構 掌握台股走勢 產業深度研究 前景動物流先機 嚴格風險控管 帶盡保證百出 集中火力 快速累積績效 靈活攻守 是能追求財富路上的良師義友 蔡老師入會單線 0800 868 365 0800 868 365 現在加入蔡老師行列 即刻獲得二十年操盤經驗的精心著作 蔡老師投資操盤新法 彩色青妝版 簡單易懂又實用 是讓自己成為操盤手的最佳力氣 必須在手受用無窮 蔡老師入會單線 0800 868 365 0800 868 365 要欣賞 阿孫阿 這不是你為我嗎 搶得這麼開心 是呀 因為看到阿公每天都很開心 我就參加政府基盤的活動這麼出味喔 比較266,就叫觀眾員來賓國啊 如果真親切,他們的照顧也讓人很感激 你看,政府對老人的負負很多傳喔 歡迎來到節目的現場 刷卡晶片的立望 今天跟隨著大盤數一樣同步創下破斷新高 這回當五天的轉成買點,你有跟我進場的 323,今天已經來到383了 一個禮拜時間60塊錢的價差 這就叫多妥行情 多妥行情能賺盡量賺 我給你車內買進加碼爆破斷 我講了恩變了 我不曉得他沒有 在目前的一個大多妥行情 你所掌握的 難道是每天衝來衝去那個短線的利潤嗎 大行情跟著大格局老師一起來並肩作戰 相信我這邊不會虧待你 親老師每天盡心盡力的再待會員 就是要幫每位會員創造最大績效出來 什麼是講在前面 讓你印證在後面 每一黨或是每一個族群的一個高低點的轉折 這多是如此啊 我沒有再跟你屍後放炮 立望3月25號 我說量人強勢表態又抗跌 25號那一天大盤跌了100多點嗎 我說要早買點呢 12345有沒有回檔修正的買點 29號告訴你大量低點守住啊 轉折買點浮現啊 你有沒有跟我買個323啊 回檔五天止連啊 323低接啊 3月29號青年節那一天嘛 很清楚啊 我喜歡在一檔個股回檔來到相對低檔支撐 告訴我們做低接的動作 低接完之後亮燈漲停了 325啊 很精彩吧 精彩不是在漲停板那一天啊 在一檔股票還沒有漲停板以前 你要先跟我卡位嘛 精彩老師是有人力待會賺漲停板的分析師 沒有錯吧 4月3號放假前他繼續創高 來到365.5 精力旺383了 再創新高了 333到383 這樣是60塊 是不是只有一個多禮拜的時間 所以行情是留給準備好的人 精彩老師每天都有口袋名單 一千多檔股票 基本面未來有成長性的 都是我的口袋名單 我在等的就是那個絕佳的買點而已啊 比如說上禮拜三的被動元件嘛 我看到轉折買點浮現了啊 我當天節目有沒有公開讓你知道 很清楚吧 所以當那個發動點 或是即將往上走高的位置 浮現買點同時 我第一個時間點帶會員卡位 精彩老師選的股票放心 黨一黨都是集有股 黨一黨都是未來有潛力的 有成長性的個股 我才會帶你買啊 不是集有股我不會帶會員買 這是我可以給予會員不變的承諾 所以你看一下這檔好的 3月11號 我說這種股票每月一收年成長兩位數字 很棒的一檔集有股啊 對 每月一收跟去年比較 從去年到現在2月份 都成長兩位數字 去年度賺3.16啊 106年度賺2塊多啊 有沒有成長 那今年度會不會更繼續往上成長 數字會說話 所以當我發現到好的它的基本面 今年度會持續的往上成長 那你不要跟我卡位嗎 卡位在一個大底完成的一個發動點 3月11號跟我買了34塊半 買完之後亮燈 亮燈繼續大漲5.6% 又漲了6% 3月15號告訴你沒有漲完 不想賣 3月26號漲5.4%還沒買 28號又漲了4.6% 今天好的已經逼近40塊錢了 再創新高 再創新高啊 先是告訴過你呢 支撐已經上移到這邊了 這個短線支撐沒有跌破 你都可以安心的續爆 還記得吧 今天股價往上走高 好 代表之前有看我節目的 如果你有買好的的 你是賺錢的嗎 選對股票 先好是給你的力量 是正面的 不是負面情緒 對不對 買在相對低檔 你這邊晃來晃去 你在擔心什麼 我不是告訴你不用賣嗎 該賣的時候 訊息會通知到你嗎 是不是 所以對現在的行情 再聽一遍 台國今天在路走高耶 很多人認為 漲多了 這盤可能會有風險 你在預設高點 我看的是一個未來 輪動性的一個結構 只要沒有正式走空的一個跡象 讓我看到以前 這個盤輪動輪漲沒有改變 任何為黨看支撐 支撐買點浮線的我就帶你買 我就帶你卡位啊 之前二月底的神盾 我做兩趟架差 203到222 211到22 兩趟架差嘛 當時候架差做完 我說他有機會走波段 這我三月份所提供給你神盾的看法 再看一遍 再看一遍 複習一遍 這邊叫做一個短底部嘛 短底部回檔下來 這邊有架差嘛 架差做完之後 做波段嘛 記得吧 老同學 方建老師做見證 所以3月26號 神盾形態突破 237卡位買進買回 接下來3月27號漲到24 上禮拜漲到271 這禮拜一的神盾漲到282 今天神盾跌啊 269啊 不用賣啊 不用賣啊 你跟我買在一個相對低檔位置237的 今天269啊 還賺32塊錢啊 你在急什麼 買進加碼爆波段 是我今年度對於會員一檔強勢個股的一個操作策略 之前就跟你提醒啊 從2月底3月初嘛 先做架差 再做波段 再做波段 波段的一個走勢 沒有出現 拜向以前 跟我繼續賺下去 這一檔上癮 也是如此 工具機的啊 目前工具機的相關個股 我們甚至有上癮 雅德克值得我們都賣出了 所以你看清老師 在抓一個族群的轉折 清不精彩 工具機是如此啊 上禮拜三的被動元件也是這樣啊 所以每一通資訊都很有價值 不管是我帶給會員的買點還是賣點 上禮拜的上癮 賺超過股本 出現1萬多張的新天亮 形態又突破 我介紹的股票有基本面 有量價 有形態 面面俱到啊 所以你來跟我合作來跟我布局 安心啦 安全啦 可靠 又有波段行情 有波段行情啊 上禮拜二的上癮 我買了幾塊錢 買在276啊 對不對 這時間加快都跟你對過了喔 上禮拜二上癮 276買完之後 有沒有先買先賺 當天最高是286.5啊 收盤是282啊 是不是買先賺 昨天上癮297.5 已經賺了20幾塊錢了 今天上癮呢 別啊 不用賣 不用賣 如果有波段議論 你為什麼要做短線 這我們特別叮嚀給會員 以及提供給全國觀眾 一個參考啊 所以未來行情 該如何掌握 每一黨強勢主流的波段議論 今年度 親老師所推出的 一年一度生日大優惠 你要好好的把握一下 生日就這麼一次 我已經給你承諾了 每年度的最大一次優惠 就是我給你的生日大禮 錯過這一次 你真的要再等一年啊 這個生日的專案活動 當然到我生日那天 它會自動結案 它是有時間限制的 所以希望未來行情的一個掌握 希望跟上親老師的腳步 你有需要的地方 歡迎你打電話進來 明天見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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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到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北292267